好 接著講單晶系的時刻 所以講單晶系的時刻呢 主要用在STI的時刻之外 它有時刻就是怎樣呢 做DRAM 一顆電晶體 旁邊一個電容 同時這個綠色是電容的下電極 紅色的是電容的上電極 黑色的是絕圓層 電容質要大就代表它的面積要大 面積要大 所以這個洞就要挖得很深 所以呢 為了要做很大電容質的電容 那時候呢分了兩派 一派是挖動派 就是往下挖 挖得越深我的面積 這種面積就會越大 另外一種呢是屬於蓋房子的一派 就是我的電容標數在上面 下面 因為爹深又要小又不好挖 它就跌在上面 這樣繞來繞去繞來繞去 做成多層的電容 這樣面積會大 那最後呢是挖洞派勝出 所以後來的敵人大家都是想用挖洞的作法 挖洞的作法 會是耐心系的時刻 那目前為止還有一種淡晶系的時刻呢 是做冰費的時候 MOSFET的要做成冰費它是怎樣呢 將整個Silicon的平面呢 刺出一根一根的Silicon的條狀物 這當作原件的通道 這是現在的半晶70顆 從原來的STI改做成這種力活 改做成這種力活 基本上這種做法它還是使用STI的製程 只是STI的製程 吃的是Silicon 一樣就把這裡的Silicon吃掉 這裡的Silicon吃掉 原本這裡就是填什麼呢 填阿閃的 填阿閃的 只是把阿閃的 再把它吃 往下吃 就會露出Silicon 這就變成 敏費 簡單的說 我來這邊講一下 目前的單一性主 STI怎麼做 STI是Silicon 表面先成長一層阿賽擔款 重層 再疊上一個Nightride 當作CMP的十顆主張層 然後呢 上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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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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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幹次十顆 抓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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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轟怎麼了 轟Nightride 轟阿閃 最後轟到哪裡呢 轟到Silicon 把Silicon 往下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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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轟完之後呢 就把 絕對整吃掉了 吃完之後呢 往光組移除 光組移除 這裡留下了Nightride 跟阿閃 然後呢 再沉積阿閃進來 再沉積阿閃進來 把他這個洞給填滿 填滿 填滿之後呢 使用化學機械研磨CMP 把它裸平 把它裸平 停在Nightride上面 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是阿閃 這裡就是阿閃 然後呢 再泡熱磷酸 把Nightride給十顆掉 熱磷酸 然後呢 再泡 帶路的HF 把這阿閃給 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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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就變成了 這個樣子 這就變成Sharrow Change Solution 然後呢 冰沸怎麼做 一模一樣的做法 差別在於什麼呢 差別在於STI跟STI之間的距離很近 STI跟STI之間的距離很近 譬如說我正眼在做一個STI 旁邊再做一個STI 這樣子 然後呢 我STI做的比較深 我的STI做的比較深 我的STI做的比較深 然後呢 我再把阿閃 套掉 HBag 使用 HF 或者是BOE 把阿閃套下來 把阿閃套掉 套掉 之後 你就露出了什麼 你就露出了 Silicon Silicon 所以 一根一根的 Think Think 就出來了 它也是使用STI的製程 只是變成怎樣呢 STI跟STI之間 就是這一根 單一型 所以單一型你要好 那就代表STI跟STI之間的距離 就是近 然後這時候把阿閃 維持下去 就露出 Think 出來 那這個就是16代以後 FINFET的聽到的做法 十顆單一型 基本上它做法 就跟做STI式一樣 只是尺寸跟深度不同吧 就像這樣 吃出來之後 一根一根吃出來之後 填阿閃 填阿閃之後 回十顆 好吧 阿閃吃下去 然後露出來 就是FINFET 原本只是做STI 但是STI之間的距離 就是FINFET的FIN 然後把阿閃回十顆 就露出FINFET出來 露出FINFET的通道出來 那 十顆單Tc的時候呢 因為 FINFET的這個 這個厚度呢 比較厚 大約是幾十個難民 幾十個難民 幾十個難民的生物 十一說後有後 只是在時刻的過程中 在這個時刻的過程中呢 因為光阻很薄 因為現在FINFET 尺寸也很像 光阻比較薄 所以在時刻的過程中 光阻可能現在打得住 故意用一個硬遮罩 就是一個絕緣層 來當作阻擋層 來當作阻擋層 來當作這個阻擋層 時刻阻擋層 而現在它告訴你這個時刻阻擋層呢 時刻阻擋層一般可以猜用什麼 二氧化系 或者是氮化系 因為我們在施系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找到一個 一個干絲時刻是 吃SLEAK比較快 吃R散比較慢的程式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選擇 很好的干絲時刻的東西 所以呢 它的HARMASK 時刻阻擋層 因時遮蔽造 可以使用R散或是NITR 那一般可以用R散用R散 因為如果要黏耐全的話 耐全會不會有硬力 因為它可以一直放R散 直接放R散完成 就R散完成 好 那這種單晶系的時刻 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鋸 單晶系的時刻 用的是鋸化骨 不是柏龍 單晶系用的是鋸 用鋸HDR呢 在電檔裡面 會發出鋸的自由性 那鋸的自由性呢 就會去跟 C等式反應 那它比較不太會去跟 氧反應 會比較跟氧反應的 會主要去 應該說 鋸的自由性主要會去抓鋸 而如果你要是要這樣抓氧化物理的鋸 那要靠多 如果你是要抓純鋸 用鋸 它比較會去抓氧的鋸 跟氧結合的鋸 它比較不會去抓 它比較會去抓單純的鋸 鋸的自由性 鋸的自由性會跟C 反應 產生鋸鋸化系 SIPR 鋸鋸化系 那你只要聽一點氧 通氧聽起來的話 我邊時刻 側遞邊氧化 側遞邊氧化 側遞只要氧化成二氧化系 它就比較不會受到 VR的時刻 而頂部的二氧化系 就算氧化了 哪有離子洪擊 可以洪擊到它 所以變成怎樣呢 你一直把它吃凹下去之後 通氧 四周一會被氧化 可是側遞的氧化呢 它會放入被鋸的自由性 10顆 而平面的氧化呢 可以再利用離子洪擊烘 然後再讓氧學反應 所以它可以使得 側遞5倍10顆 而底層會被10顆 因為側遞有氧化可以放入 而底層的氧化 可以被離子洪擊烘掉 然後再看氧學感 是這樣 所以單筋系用的是氧 H-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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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產生V-R V-R在那邊系統 你會產生S-I-V-R-4 S-I-V-R-4 那如果通氧化 S-I-V-R-O 它不是氣 S-I-V-R-O 是薄膜 是物體的 所以呢 所以它不會匪發 所以它不太去吃氧化物 所以氧 只要碰到吸食在氧化物中 碰到氧會變成S-I-V-R-O 但它不是氣 所以它不會匪發 所以這時候 我們會得到一個好的選擇 由氧 它可以提高 斯力肯跟阿薩的選擇 那單一系呢 我前面講過 我在吃單一系的時候 前面講過 鋸這個東西呢 它腳是磁性 不太磁氧化性 因為它跟二氧化性 反應變成S-I-V-R-O 是不不固定的 可是呢 我們就知道 斯力肯買久了 表面總是會氧化掉的 而氧化掉 鋸又很難吃 所以我前面才講到 一般乾式時刻呢 對於時刻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個叫做 Break to Moves 就是無差別的阿扒空間 把表面管殘存 什麼氧化物 然後全部先封氣掉 露出單純的性之後 再開鋸的MH 再開鋸 再把鋸H-I-R放進去 進行主時刻 所以我有做過 那因為它甚至死 讓我們深度停止 它並不是要停在某個部分上面 如果它是要把整個撕掉的話 那後面還會有一個Over-H 我們前面講過 乾式時刻 最複雜面會為三段 Break to Moves 和Over-H 但是這個單一系 並不是要把整天氣吃完 所以沒有Over-H 沒有 就只有Main-H 所以系的時刻 單一系主要就是用在STI 或者是並非通道的時刻 另外一個跟系有關 就是多晶系時刻 而多晶系時刻 是時刻Gate 停在Gate-Asset上面 所以它要有一個很高的選擇 是阿賽對 另外一個是STI對阿賽 有一個很高的時刻選擇 是STI要換 是阿賽要買 因為它是Gate 扎緊 扎緊 所以呢 多晶系的時刻 是整個時刻最重要的 因為下面的阿賽太薄了 而多晶系是所有 所有的尺寸最小的 STI呢 它影響的是寬度 原件的寬度 但是Gate呢 是通道的強硬 我們一般講其他米其他米 會指的是通道的長度 主要在縮小 寬度縮小的沒有那麼大 寬度到目前為止 大約 大約還在數百個Nm 也就是大概 點3點2mL或點1mL 那0.1mL就是 100Nm 大約都還有 200Nm左右 但是Gate的長度 已經縮小到只有 10幾Nm 所以Gate 是最小的 所以Gate的時刻 是最重要的時刻 整個MOSPET 最重要的時刻 一個是Gate 另外一個就是Content 那Content的時刻 那Gate的時刻 那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綠 用的是綠 那一樣會通氧 來改善對氧化物的選擇米 因為它的時刻 最大的指針就是 這層氧化物能保 你在時刻多晶細的時候 只要你氧化物 一被時刻掉 下面都是淡晶細的 過於時刻多晶細的 絕對會時刻淡晶細的 因為都是細嘛 只是金像的差別而已 過於時刻多晶細的 絕對會時刻淡晶細的 絕對會時刻淡晶細 用綠來時刻多晶細 然後提在氧化物上面 氧化物要少一點 對時刻淡晶細 所以多晶細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被氧化系 有著很高的選擇 而且呢 因為Gate在時刻的時候 一定需要Over Edge 你在做Gate時刻的時候 可能某一邊吃光了 某一邊還有剩 那怎麼辦 你一定要Over Edge 如果沒有Over Edge 如果沒有Over Edge 這個Gate就會轉入到其他地方上面 所以Gate 最困難是 他一定要吃乾淨 而他下面的下一層 絕緣層又太飽了 又可能會被吃穿 所以他的挑戰很大 他必須要確保吃乾淨 並且又不吃穿 絕緣層 也就是擔心盡量不要被傷到 所以他面臨的地方 暫時就會打 而多晶細的時刻 我剛剛講過 因為他要吸乾淨 絲一定會有Brasher 因為絲很容易氧化 所以通常會有個Brasher 把上面的氧化層給拔掉 可能是Magic 把散 然後呢 Main Edge就是為了時刻輸一塊 而Magic結束之後呢 Over Edge就是要高選擇命 就是要高選擇命 絲也怕佛 也怕秀 可是你如果拿來吃 用佛來吃的話 佛也會傷惡氧化系 所以佛是不行的 佛是不好的 因為吃佛的話 他對氧化物的選擇比不高 吃Stick的同時 他同時為SR 選擇比不高 所以不會使用佛 而使用綠 使用綠 所以以上就是 我們已經介紹完的是 絕緣成的時刻 阿塞跟埃子 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探佛器 阿塞跟埃子 的時候探佛器 而選擇比人要被靠的是 添加七起 來改變選擇 而Brasher 的時刻呢 單經吸用的是秀 多經吸用的是綠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分辨什麼呢 絕緣成靠的是佛 而單經靠的是秀 多經吸靠的是綠 多經吸靠的是綠 在目前為止 刻本整理出這些 當然這是他的主成分 通常會搭配其他的器 去增加選擇比 那就case by case 那這方面我們不是專家 特別沒有很多做形式 只要了解一下這個概念就好 那接著 半導體的時刻講完之後 我們來講金屬 金屬時刻 那現在的金屬呢 主要分為幾種 第一種 鈦 有鈦跟淡化鈦 那鈦會用在半導體裡面呢 在之前是因為鈦是一個 拿來當作抗反射鍍膜 很好用的金屬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非常喜歡在光阻下面呢 如果有一層太神的話 它就會有 它其實就是可以當作一個抗反射層 那再來還有什麼呢 另外還有一個看的是因為 我們後段連接導線呢 為了要電子支架一 然後又能夠填的細小洞 所以人用來填弄的材料 除了一開始去接 施力肯用的是烏之外 後面第二跟第三跟以上的 金屬銀接線 填的都是銅 因為銅的導電率比較好 電子比較好 鋁很好 但鋁有很大的趣 鋁是什麼呢 鋁不耐熱 鋁500多度就會被人忘 而且鋁有很嚴重的 Eletron Migration 什麼叫Eletron Migration 電子在鋁裡面流動的時候 它會撞擊鋁原子 那鋁原子裡面 只要有鋁原子被撞掉了 那那個地方呢 就會形成一個比較大的電子 因為鋁原子被撞開了 那電流就開始去撞其他地方 然後就把其他鋁原子撞得越來越開 最後整個金屬導線 中間就會有個孔洞 因為鋁原子被回開了 最後呢整個線斷掉了 這叫做Eletron Migration 因為電子在流動的時候 會撞起鋁原子 而鋁又很軟 而鋁原子的原子區又很小 然後經過大電流衝撞之後呢 鋁就會斷開 鋁就會斷掉 所以後來就不用鋁了 那你選用其他的金屬 第一個要夠便宜 第二個導電率要夠好 電阻值要夠便宜 第三個又很容易把磨度度上去 所以後來選用的是鋁 但是從一個很大的缺點的時候呢 鋁這個金屬很會鑽 很會擴散 它很容易形成金屬不染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什麼呢 你在鋁之前 你要先做好鋁部層 不要讓鋁擴散到絕緣層上面 所以呢在鋁之前 我們不會讓絕緣層露出來 直接把鋁錄在絕緣層上面 因為鋁只要加熱鋁離子 很容易穿過絕緣跑到臉部層 所以就需要有一個抗 銅擴散的抗 擴散層出來 這個擴散層呢 通常會選用淡化碳 或淡化碳 TIM或TIM 來當作什麼呢 銅的阻擋層 就是銅就乖乖的在那邊 不要亂擴散 所以就會有TIM層出現 現在層就是為了防止銅 或是鋁錄合金裡面的銅 跑出浪子 再來前面講過 金屬填充物裡面 前段用的銅 MOSFET馬上用的是烏 然後在後面用的是銅 那我們用TIM或TIM呢 對銅來講 它是防止銅擴散 而對烏來講也很重要 因為烏這個材料呢 它對絕緣層的吸附力不好 它不是很烏 它跟絕緣層接觸的時候呢 它的接觸面並不是很好 所以呢 需要用氮化碳跟氮化 來當作跟絕緣層的黏著層 並不是所有材料跟材料之前都合力 很密集的對裂 或是薄膜跟薄膜上去 就不會滑動 還是有差的 所以呢 為了改善氮跟銅這兩種金層 在沉浸之前呢 都需要有氮化碳的存在 或氮化碳的存在 來降低接觸電阻 或是防止銅的擴散 而TIM呢 要塗漫化碳的時候呢 要用手去使用它呢 綠是金屬石科最常用的 因為金屬的氮化碳 大多都是氣態 大多都是氣態 可以看到 綠的自由氣跟鋁結合起來 會變成氮化碳 綠的自由氣跟TIM 會變成氮化碳 那氮化碳就會變成氮化碳 那氮化碳就會變成氮化碳 會變成氮化碳 會變成氮化碳 所以要石科碳 我們就是氮氣 那一般就直接是有CL部 直接同氮氣就可以 那金屬石科呢 要具有良好的文貨控制 財務控制 防止金屬腐蝕很重要 所以可以透過物理的氮化碳 將氮化碳從表面移除 或透過化學形式科 在氮化碳的下方 形成底線 將氮化碳來描述 怎麼沒頭沒頭 我們後來講到氮化碳 氮化碳 不關掉 這部分不關掉 這剪到後關金屬製成的時候 就再來解決 那 早期在石科金屬的時候 在早期VLSI 後關金屬 Ti也很常用 可是現在這種28代理之後 連雜集材料也改成金屬之後 Ti也被用來當作Metal Game Ti也被拿來當作雜集的金屬了 所以後來的Ti的石科 這個製程現在沒有在用 早期有在用 Gate下面 絕密層上面的金屬是Ti 所以在石科碳 多金屬就要石科 Ti用濾氣 多金屬我們前面講過 多金屬的石科 也用的是濾 也用的是濾 所以這時候 多金屬跟Ti的這個 堆疊結構的 用濾氣來去石科它 Ti現在已經不只是出現在後段 也出現在哪裏呢 Gate State 雜集堆疊結構 阿塞跟Gate 都使用的是金屬跟金屬氧化物 決定是現在改用金屬氧化物 金屬改用Ti 但是在現代製程 都在後段只要用到 前段還是不會用 這是早期開發的時候 用到前段製程 後來被退化了 後來歐巴奈尼這個步驟 可是到歐巴奈尼這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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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一開始前排是PolyAlpha 後段再填尼金屬 還填尼金屬 還填尼金屬 那該是石科呢 整片石科 整片石科 最上見的就是光阻去除 光阻用的是氧電漿 氧電漿就是通氧氣 然後打電漿變成O 那O呢 再去跟光阻反應 變成許多的炭氧化物 變成很多的炭氧化物 所以 只要是驅除光阻的 就會用氧電漿 電漿 我們剛剛講完了 徐元聖講完半導力 講得清楚 而金屬他目前主要主要主要 主要主要只有鋁跟炭 目前還要講到其他金屬 好 然後呢 接著就開始講到光阻的乾石石科 用的是氧 光阻的乾石石科 用的是氧 那 那因為氧 光阻只需要用到自由氣去死科 光阻不需要離子攻擊 光阻不需要用離子攻擊 光阻喜歡用氧 我只要用純化學死科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沒有remote plasma remote plasma 的話 pasma在這個槍體做成 而氧 不是一個桃子病毒 所以這裡就不會有所謂的離子攻擊了 好 因為去除光阻不需要有額外的損傷 我們不需要去複製這件事情 還會遭受到其他的離子攻擊 離子攻擊所以對下 只會對金屬上的元件產生損傷而已 所以你能夠盡量排精神的損傷越好 所以整片的乾石石科 通常都會使用純化學死科 那有圖案的死科才會使用固理死科 那接著開始講一些跟安全性有關的東西 跟未來發展性的東西 這個大家自己看看就好 包含 改變壓力啊 增加時長啊 可以提高死能力啊 或許有這些 這些的細項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一看一看 因為 實際上的死科是RE Reactive IOH會代表什麼呢 裡面同時有固理死科 也有化學死科 而物理死科的來源是來自於什麼 離子攻擊 化學死科的來源是來自於 自由基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死科是以化學為主 你靠的是自由基 你增加壓力的話 就是讓怎樣呢 讓自由基的濃度變很明顯 讓它容易產生自由基 然後就發生化學的關係 如果是個離子攻擊的話 你希望是碰撞為主 那你就希望壓力低一點 讓它加速一點 它可以快一點 比較少一點的狀 這樣才可以 你就要降低壓起來 可以增加死科 所以增加壓力的話 對化學死科是好 但對物理死科是不好 因為你通通多的 你的能量就少了 你的離子能量少了 你的空極的力道就會變少了 所以呢 Pasus不同的 Pasus不同 那增加磁場 可以獨立的提高 電漿的密度 可以增加你獨立的流量 這樣子 那 電漿密度變高 自由基的濃度也會變高 所以你看到 只要增加磁場 它同時可以增加你獨立的容量 也增加自由基的濃度 這兩個都還同時增加 好 就此咧 然後接著可以介紹一些 ICT啊 還有一些Memory 現在FIDA的3DMemory 就長成這樣 哇 旅店機構找到密碼 非常適合 這種 這個3D密體的經理時刻 最會發露的就是Wall Wall這些公司 在早期發了很多這種 3D Fresh Memory的結構 上一個路 就此咧 好 以上是10顆這個章節 以上是10顆這個章節 所以呢 我們來做一個 銅整 你會發現到 對這個章節做個銅整 你會看到 10顆的材料變化為什麼呢 絕緣層 絕緣層的材料 不管用阿塞 跟什麼 Nitrine 那阿塞跟Nitrine 如果使用乾式10顆 它使用的是什麼材料 使用的是什麼氣 使用的是炭火氣 但是如果是Wake呢 阿塞使用的是佛相關的容易 Nitrine使用的是熱乳酸 你喜歡乾式10顆用的是熱乳酸 那你喜歡乾式10顆用的是熱乳酸 它用的是熱乳酸 那接著半導力 silicon來的就是silicon silicon就分為什麼呢?單筋的 單筋系 叫做single silicon 跟什麼呢?poly的silicon 多筋的silicon 在dry一群的時候呢 單筋的系用的是什麼? 單筋系用的是秀 多筋系用的是綠 而在vh呢 slink用的是什麼? 是用koh 加上 這有分兩部分 單筋系用要施出divestructure 你要施出divestructure的話 要用什麼? divestructure要用的是 koh 加上c3 hnf 再加上c3 那如果 如果你吃的不是單筋的C 你是整片的C 要去10顆 或是多筋系10顆 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硝酸 加什麼? hnf 加水 它的原理是什麼? 前面講過 我用硝酸去氧化frican 再來用氫薄酸去10顆 氧化frican 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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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記得講金屬 metal 那metal呢 可以分為什麼? metal可以分為 lu near h h 課本提到 如果是鋁 氏是時刻什麼呢? 零酵 零酸醋酸 加酵酸 0 零 零 酵 醋 醋 醋酸 醋酸 不是 7度回去 5 m CH3 GOF m 為什麼老是想像很酸? 這樣子 加水 這是鋁 鋁的話是用這個 用的是什麼呢? 一樣 硝酸鮮鮮化 再用鋁酸去融化 然後呢 滅 滅的時刻因為是整片撥除 整片撥除 就直接用什麼? 流蒜 加酸 流蒜加酸 整片撥除 整片撥除 而如果是圖案化的撥除的話 你要圖案化撥除 泰國的圖案化撥除 要用什麼? 泰國的圖案化撥除 上面會有光柱 絕對不能用 流蒜 因為泰國是去光柱 你也是因為他不需要圖案化 他是整片撥除 所以可以用流蒜 泰的話 如果是圖案化實在要用什麼? 課本沒有提到 這裡告訴各位 你可以用 XC1 那也有文獻是告訴你什麼呢? 直接用雙氧水加水可以 因為 雅化鈣放久了 它會流黏在水裡面 那我沒有試過這個 我試的都是直接怎樣呢? NH4 OH SC1 就是直接用SC1就可以試喝了 那抓一群呢 鋁跟碳 都是吸到什麼? 鋁 你也沒有在抓一群啊 你唸就直接VH 你也就直接VH 那也是真的 所以課本講的這麼多 他整個的邏輯 除了在講 時刻的觀念 時刻的原理 他真的對時刻所講到的 容易跟進步 不外乎就是長這樣子的 對吧 他只提到這樣 他的心情沒有進太多 他的大部分 他的大部分都用在理論 但是真正的Racing 真正的配方 他其實彈的很少 他前面理論講完之後 就突然間丟個配方給你 擺明的就是看看我們沒有 知道你會去深究 因為我們是實用的人嘛 我們不是花學習的人 我們真的不懂為什麼他這樣給你做成的那個程度 那都是調出來的 那對於我們實用者而言 我們主要懂的是原理 會用到他 那真的要整理的話 整理出來就長這個樣子 絕緣層的轉動的是CFO Wave的話 R3是HFBOE 耐性是用零酸 那單機器的話呢 試試試 那單機器要吃成單機器 做成SOP DRAM的話 用TOH加CC HVA O加水 那如果是整片的 螢幕式克的話 就是用硝酸加HF加HF 那該式式克的話 單機器用秀 多機器用硬 那金屬實克的話 用濾氣 而試試實況的話 零酵組 跟什麼的 XC1 那麵的話 整片波組 油酸最快 再來 他還以為 光組 突然想到 愛的光組 他所有的材料講完之後 他又去一段光組 光組是全面性的波組 用的是什麼呢 如果下面沒有任何金屬材料 你就用油酸 時時刻用油酸 HFBOE加上油酸 先倒油酸再刀 HFBOE加上油酸 但是呢 因為他有個濕金屬 所以他只適合在前段製成 就是下面沒有金屬材料的時候 你再撥光組可以用這個 可是如果下面已經有金屬了 你還用這個去撥光組 你就會連金屬也會濕掉 那如果該式式的朋友 那是什麼 氧電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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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要是整片波組的電降 只要是整片波組的 就可以用remote 因為整片波組的 就不需要理智的東西 那就不需要理智的東西 那就不需要理智的東西 它可以用理智的畫質 所以整個這個章節 講完原理之後 調裂起來 它講得起 the reason 不外乎就這樣子了 好 我們今天要講完這個章節 我們下一集就可以進入到 西面領化學氣象成績的章節 非常好 好 掃邊